美麗的步道 翠綠的草皮 公園裡看著禁忌風箏在天空中飛舞 這裡是剛王宮的豐田運動公園 上午縣長黃建廷 一長饒慶嶺 一席人為王宮啟用街杯典禮 王宮是豐田公園正式啟用 豐田公園這個預定地 公園預定地已經劃設了超過八年 那麼地方一直非常期待 能夠真正把它落實 執行 田一員 田師兄田一員 地方上面一直還是積極爭取 希望能夠來完成這個公園 那我們好不容易從銀建署又爭取到一筆經費 那麼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把這個公園來完成 一直以來 豐田地區都沒有一個 可以讓民眾休憩及運動的地方 在現場黃建廷及田師兄議員大力奔走及支持下 終於順利獲得內政部銀建署的補助 但中興路市段這塊長期荒廢的公園預定地 終於完工了 我們看到這樣一個人物完成了 就是那時候現在的黃縣長再繼續接下來 把這樣的一筆錢其實很長期不可能又出來 想辦法再去爭取一筆錢 然後在建設樹同仁的努力之下把它完成了 在完工後 豐田地區或台東縣的民眾有一個完善又安全的戶外活動場所 縣長及議員們也呼籲 除了擁有這座美麗的公園外 更重要的是要共同維護周遭環境整潔 及愛護得來不易的公共設施 東台新聞 陳敬兄 台東縣報導 東台新聞 陳敬兄 台東縣報導